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登入基隆 在中山区流龙头蹦出新火花 一块来看看在地人的美食回忆 来到中山区流龙头一带 传统美食沙茶咖喱店就占满一排 先来这一家很会炒海鲜的沙茶咖喱店 沙茶咖喱 还有泰白粉 我们这个沙茶咖喱 尤其咖喱的味道特别香濃 点好食材 看老板依序放上满满的泰白粉 咖喱粉 沙茶再加上自制不外馋的调味料 如果爆炒顿时香味肆意令人食指大动 再次感觉就最起来就味道很浓郁 那如果想想吃辣的人 他再加辣椒就很棒 沙茶牛肉质地很浓郁 沙茶的味道非常浓郁 然后入口即化非常棒 再走几步也是沙茶咖喱店 汆烫过的乌龙面软而不烂 稀饱沙茶与咖喱融合的 橙黄色泽与芥兰菜 在满盘香浪浓郁的味道中 达成平衡 店内还推出无菜单料理 依季节变换 最让老顾客津津乐道的是 买沙茶咖喱就送地瓜 听说你们这里还有 吃多少还有赏钱 对对对 海鲜的很多 咖喱牛肉透透都有 这里的美食 这一家是我生活58年来 常光顾的炒面 我有朋友来访时 一定叫我带他们到这边来吃 它咖喱味道有凉郁 然后有微微的辣很好吃 这就是记忆中 阿嬷炒茶咖喱的味道 用三鲜用咖喱来炒的 那个味道非常特别 充满了南洋的风味 卖着沙茶咖喱的店 各有风味 代表生活与日常的沙茶与咖喱 是在地人的情感记忆 跟着中山热林的爷爷奶奶 走读踏查 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老牛肉面是晚上 这里有两个字老牛 这是晚上才有开的 原来它有这么多 小朋友所不知道的故事 然后也让我们老人家 可以去回想到 他曾经的辉煌 然后介绍给我们的下一辈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唤醒老人家的回忆 然后也是给我们的小朋友一个 原来我们的长辈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希望这道料理可以唤醒大家小时候的记忆 还有在地人的好滋味米粉汤 听说老板娘顶着一头酷炫的头发 当地人都笑着说不知道是看老板娘还是看米粉呢 像我们这时段来的时候看不到老板娘 他的特殊造型看不到 美食故事串起一代又一代的情感 吃进多元文化的韵味 看基隆发展的缩影 同时感受港口人生的转折与未来展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您知道动画里人物的动作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吗 今天要带你来一块定格动画的魅力 暑假在家里也可以尝试动手创作哦 想要自制动画片 可以重新演单的定格动画入手 先选好主题 接着画出四个分镜 再来就是人偶制作 把主角拆开 就可以赋予动作 然后还可以拉 拉起 这样就可以翻了 对啊 好聪明哦 固定好相机 选一个自己习惯的摄影APP 在祖孙共学的课堂上 以Stop Motion软体 拍下一张张纤维动作的照片 每次动一点 结束后串联起来 就是属于自己的动画创作 我们现在要切面 切完面后我们要洗菜 切完菜后我们要杀猪 现在我们终于要煮了 把酱油跟胡椒粉跟咖喱粉 倒入锅子里 再来加入面后开始爆炒 一盏好吃的咖喱糖面 终于完成了 很好吃耶 插柳酒 还很大 一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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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地美食 然后结合这个美术里面的小朋友 经过首绘 然后我们把这个首绘的职貌 做成停格动画 那小朋友完成动画的时候 经过自己的录音跟配乐 把自己跟长辈 不管是爷爷奶奶 这祖孙之间的这个声音情感 融入在这个作品当中 那让这个很绵密的情感呢 可以经过我们这样的创作 非常的有手感 而且非常的有情感 而且小朋友的这个数位能力 跟长辈的这个共同的学习 就是一个很棒的共学的机制 那长辈们的这个 对于食物的智慧结晶呢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承传给小朋友 我自己参加很多小学 小学生的课外教学 但是呢 我没有像这一次一样 这么多的惊奇 让我惊喜年年 因为这是以前从没尝试过的 小孩子自己亲身去明剧本 然后去画画 然后再来制作这个动画 效果他们都可以内化 以后他们就知道了 学了一次以后 他们就无限级的可以用 跟上时代潮流 善用各式软体 不管哪一个年龄层 都可以创作出专属的记忆与记录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随着老年化及超高龄化来临 失智长辈的人数预估也跟着增加 要带你来看仁爱区安泰热林站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揭牌启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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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曾继岩 陪同失智长者一起比赛 由长者们自己制作的纸杯建玉的游戏 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1 2 2 1 2 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主管辅导的仁爱区 基志一起玩学堂 安泰热林站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正式揭牧启用 这也是全市第九处失智服务据点 仁爱区的第二处 希望可以照顾服务更多的失智长辈 延缓退化 我会进入超高龄社会 我们给人家 那照顾会一胸二十八 这是很恐怖的事 所以我们积极的要来推动我们的长期照顾系统 不管是失智失能各个相关的据点 我想对我们政府来说 或是我们民意代表来说 都非常的重视 然后也非常有庞大的需求 那第二个谢谢 也要谢谢我们安泰 来承办我们相关的这个业务 在仁爱区已经有第二个据点 那你看在座的这些长辈 阿公阿嬷 其实我们看我大人的 我们同学阿公阿嬷在这里 所以也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所以他们在白天的时候 可以让出来走走 然后首座 不管是看电视 我有关一台电视 我有碰到什么有了 其实预防失智之能最重要的就是互动 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可以在地老化 在地老化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们的社区就有一个失智据点 他可以离家很近的地方 他就可以过来 他不会害怕 我们的中部的身体不怕 他在在地的社区 他可以出来走走 然后可以继续有社交的活动 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大家在一起聊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防失智之能的功能 局长这样就没有 我都听你在補华 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来争取推动 未来我当然要马上攻击一下 比赖 六千年继续做总统 我们会推动中央的长照政策三点点 会跟地方紧密的合作 不分党派 一定会好好的把我们的长辈照顾好 长辈的生活好 让子女在外面工作就可以放心 我会记得我们一些中备 然后在那边 牌子一层一层 越来越清楚 越急越来越多 这是脑袋鸡蛋 这些不愈法 是不是可以 够一些中备 一些外地 当然因为我们的市長 无分党派 跟刚才我们的市長说无分党派 自收的市長 都很重要是我們的長輩跟我們小朋友的社會福利 希望這個情緒可以讓我們一起 除了議長童子偉 示意源於三發以及曾濟妍親自參加關心之外 包括市長謝國良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以及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也都指派秘書參加 一向非常重視長者的議長童子偉 更是製政一台4K75寸大電視 給據點作為帶領失智長者 進行健康操影片播放使用 讓長者們非常感謝和感動 這次代表我們安泰的同情 這個安泰第二個季節的成立 感謝長官 各位長官到來 謝謝 基隆市衛生局則是希望繼續努力 可以達到每一區至少有兩處的失智服務據點 對於我們謝市長 對於我們議會議長 跟裕議員跟幾個議員 我們基隆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我們的老伯 我們一區一區現在第九間 我們繼續跟旁邊看 我們每一區都有兩間的失智的 據點大家都比較近的 沒有太嚴重了 我們稍微有聽到有的事情不記得的時候 就來這裡訓練 這樣我就會越來越拿去 衛生局預估今年內基隆市就會成為超高齡化的城市 也就是每五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因此隨著老年化及超高齡化的到來 失智症長輩的人數預估也將跟著增加 初估目前基隆市就有5000人已患失智症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討論多年的安樂國宅一起都更 渴望有一個新的進展 市長謝國良特別到場與在地的民意代表交換意見 希望找出關鍵點進行突破 讓六號基地能夠成功進入都更程序 畫面上就是屋林超過43年的安樂一起國宅 可以看到房屋老舊的樣態 過去經過多年的討論 時常無法達到都更的門檻 在地方的努力下 安樂一齊六號基地都市更新會理事長表示 目前已經取得七成同意 還差六戶 基隆市長謝國良也親自到現場聽取都發處的簡報 市長謝國良鼓勵六號基地能夠趕快突破門檻 他也將帶領都發處和大家一起來努力 非常謝謝我們那個市府一上任 然後我們狐約爸爸很支持我們 然後呢幫我們就馬上這個畫那個工畫的那個都跟那個地級這樣子 那這樣子其實就會讓我們的那個就是下一步要同意的壓力其實就會降低 那本來的話可能我們就是要八成才過 那現在就是下降變七成五就可以過 我現在是七成的 所以呢再差六張應該就再差六張 所以我們會努力 那我們其實在這個整個 其實我們是三年前成立的 那我們整個過程就是包括我們的那個議員都一直很支持我們 你有需要還沒簽的 你半個說明會我可以過來一下 我們本來就預計就 我們本來就預計就 對對對我們今天本來就預計要 現場簽還送金美小禮 好沒問題沒問題 現場的民意代表也都希望安樂一齊六號基地的更新腳步能再快一點 成為都更的標竿典範 那六號基地已經成為安樂社區一齊的標竿 今天如果六號基地他把它完成的話 其他的幾個基地才會有那個動力 所以才要拜託市長再找一個時間來給我們所有安樂社區 除了加給我們六級的這些我們委員能夠一個鼓勵以外 也給其他的基地的一些人員能夠有一個動力 現在大家比較急迫性的就是剛剛提到的 也就是我在議會那時候提及了說就是漏水的問題 那漏水的問題其實都有 對全部都有 那漏水的問題短期解決方案就是鐵皮屋頂 快一點的但是根治的方法還是要重建 更重要的是說假設說有一天災來的時候 這邊的居民他們的安危是我們很擔心的 所以如果這個六號基地能夠順利推動 盡早推動 我認為這會是在我們基隆市 不是只有安樂區是基隆市一個典範 不要說我們目標當然希望整個範圍都更 當然我希望說市府這邊的輔導團隊 應該輔導我們六號基地兩件事情 第一個讓六號基地能夠成為第一個標竿 第二個就是說六號基地 怎麼樣跟以後市長所謂的整個範圍的都更 以後能夠融在一起 四十幾年來都一直在分心這案子 其實歷屆的議員都非常關心我們三民的一些都市更新的方案 問題就是說市長已經指示我們明年也希望各位一座志 我們要成立都更專案辦公室 因為我們目前只有應該說只有半個科在推動都更 說實在的人手不夠 六號基地已經快要完成都更的法規門檻了 那我們如果把它劃進公社區域的話 從八十降到七十五趴 其實只欠六張同意書 所以首先我們要請科主委繼續努力 欠那幾張可不可以開個說明會 小愛爸爸也想要來共同參加 就像我剛剛講的 縣長簽同意書還送個小禮物 那當然一方面是講開玩笑 一方面也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也請議會支持我們明年成立都更辦公室 那我們會針對基隆超過五十個地區以上的建物 然後我們要同時進行整合 當地民眾也都很期待六號基地都更 能夠為所有安樂一齊國宅的都更 帶來成功的範例 早日讓這個台灣第一批示範國宅的都市更新 能夠盡快完成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李亮傑 基隆報導 基隆市前無黨籍市議員王醒之 宣布投入立委選舉 王醒之強調 環評七七事件是支撐他參選的後盾 整整35年 從來沒有一個無黨籍的立法委員當選過 過去35年來 基隆市始終都是藍綠輪政的局面 但是我們都知道大部分的基隆人並沒有感覺自己過得更好 一字一句念出參選聲明 武黨籍前市議員王醒之強調 七月七日協和四街環評的黑箱審查 是促使他做出最後參選的決定關鍵 特別特別讓我做最後決定的原因是因為七月七日在環保署 有關協和四街的違法審查跟黑箱環評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我必須要做這個決定 因為在那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有五個立法委員在全場奮戰了五個小時 那我們群眾都在樓下待了六到七個小時 在過程中是會非常非常感慨 那我們自己基隆選出來的立委 我們不太有聽到他的聲音 也沒有看到他書籍 那反而是其他縣市的委員 特別在那個過程當中保護基隆港 保護基隆市 保護我們基隆的海洋 我覺得是完全毫不保留不遺餘力 但是我們自己基隆 顯然需要有一個真正能夠為大家說話 能夠代表基隆人利益 然後甚至能夠為基隆港和基隆市說話的民意代表 王醒之出生政治世家 父親王拓曾是民進黨籍立委 外祖父是國民黨國大代表 但他長期投入社會運動 參選聲明中強調自己的立場和定位 我的父親是前立法委員王拓 然後也曾經在民進黨內身居要職 我的外公大部分人不知道 我的外公其實是國民黨籍的國大代表 過去也就是我們在講的老國代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身上同時會驚豔到的就是 藍綠本省外省的各種社會文化條件 那在90年代的時候這種壓力我覺得又會是特別特別大 那這一段時間這樣子下來 我們自己覺得在基隆市有很大的空間是可以真正推動議題政治 用議題政治來超越藍綠政治跟黨派政治也一直是我們工作的目標 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不認為基隆市真正存在著什麼叫做藍色的群眾或綠色的群眾 我們認為基隆市已經可以進步到下一個階段 我們大家是用議題用政策來分辨政治傾向 那這件事情我們覺得在這次的選舉當中是有機會可以促成 而且可以召喚更多的朋友願意超越藍綠和超越政黨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讓基隆市市民找到一種新的出路的過程 所以這次的參選對我來說它不是一個取得政治權利的工具和途徑而已 它必須是一個發動基隆市改變的開始 我們會很努力的把這場選舉就作為政治變革的起點 這三強調將用議題政治超越藍綠政治方法 未來會陸續提出改革方案和政見 希望讓基隆從藍綠政治走向議事政治 成為大家在藍綠以外的新選擇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征選及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征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你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 透過鏡頭記錄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 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情請下活動官網 民國九十七年才開始啟用的 慈雲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許錫瑜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碑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你的條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個月可以來上班嗎 老闆 你刊登的直缺寫薪資免疫 請問是多少錢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開的薪資不到四萬元 依法應公開薪資範圍 只顯願意騙一公司規定 都是違法的哦 還有還有 求職罰片請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確認 要存疑 不繳錢 不購買 不辦卡 不簽約 證件不離身 不飲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關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 每周三晚上九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基隆市議員鄭文婷多年來持續舉辦愛心冰箱平台活動 基隆市知名的遠東泡泡冰也來響應 除了贊助愛心經費外 也在現場分送泡泡冰給弱勢民眾 讓大家在炎炎夏日能清涼消暑 天氣炎熱 基隆知名的遠東泡泡冰 今年特別來響應市議員鄭文婷 舉辦多年的愛心冰箱平台活動 除了贊助愛心經費 也分送泡泡冰給弱勢民眾 讓大家能清涼消暑一下 我因為遠東泡泡冰在基隆已經68年了 都是靠在地人的支持才會有今天 然後我們很響應鄭議員這樣的活動 因為遠東泡泡每一年都會捐一天的營業額 在四月份的時候 因為我父親在四月份過世 所以我們這個活動已經從2015年做到現在 然後我覺得鄭議員也很支持在地 然後很關心落勢這一塊 所以我們才今年決定捐給了愛心冰箱 服務處的愛心冰箱 其實已經進行了將近四年的時間 那這期間得到很多善心人士的一個幫助 那今天呢是由我們遠東泡泡冰 石董市長他來幫我們做一個捐贈的一個活動 那石董市長他一直以來 在各界他知道有弱勢的一個族群的話 他都會非常熱心的來幫助他們 那今天他除了支持我們的愛心冰箱之外 他也提供了遠東泡泡冰100杯 要來送給我們今天的分享庫 希望他們都能夠在這個炎熱的夏天 得到一些消暑的清涼 由市議員鄭文廷舉辦多年的 愛心冰箱平台活動 都是由善心人士捐贈新鮮的蔬果等食材 還有許多志工來幫忙整理擺放蔬果 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來幫助弱勢民眾 我們總共差不多要10月 10月就是你倫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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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說因為我退休了 退休的你總是 以前還沒退休是為了生活 現在退休的我們是說 因為你做什麼可以做 可以做一些愛心的東西 有些對社會有意義的東西 我們的分享戶大概都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還有身心障礙人士 那這些都必須要有區公所的一個 證明文件 我們才能夠來分享這些愛心的物資給他們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贊助的愛心的善心人士 他們希望能夠把有限的資源 都分享給真正需要幫助的民眾 領到物資的民眾 也向市議員鄭文廷跟善心人士表達感謝 市議員鄭文廷也期望 透過愛心冰箱這個平台 串聯起社會更多的愛心資源 來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弱勢民眾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在這裡來看 基隆市田辣河兩側行道樹上 有上千隻的陸科褚鳥 棲息在樹上 雖然是生態奇景 但是大量的排泄物造成民眾困擾 市政府近期就派員修剪行道樹 並移除鳥巢 一塊關心 好像他們這種就是水生的脊椎動物 他們其實是以魚食做他們的主食 小路斯在動保人員悉心照顧下 讓他們進食 最近就用動保鎖 多了幾隻陸科褚鳥 青道樹上到處都是鳥巢 導致一旁停車隔的車輛 田辣河地面 扶手欄杆 全都遭到鳥糞襲擊 不僅車主不堪其擾 對於環境更是影響嚴重 政府最近派員前往修剪樹木 移除鳥巢 你看地上一堆 他擺擺擺擺擺 你就知道他 因為他已經習慣都棲息在這邊了 所以說你說再怎麼趕 他趕一陣子 他過來 他過一陣子還是會 鳥巢拆除之後 八隻雛鳥被動保人員帶回 不過因為夏季正值陸科鳥類繁殖期 因此市任府修剪移除鳥巢動作 也引發了正反兩極討論 田辣河其實是在塑形的結構 和這個河畔的環境 是適合陸斯科鳥類居住 所以他們就優先選擇了這裡 那此階段是在其他適合的環境 還沒有到位之前 我覺得在現階段 如何的讓這些陸斯科鳥類 和市民 基隆市民 能夠共存共榮是重要的 那今天市府就冒然的出去 把這個枝條做一些修整 其實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等 只要在一個月或兩個月 這些陸斯科鳥類繁殖完之後 那他們到了成體 他們其實對於我們的野生動物照顧的成本 也會大大的降低 那也會減少整個社會成本的投入 因為田辣河兩側 其實他的樹木的枝葉 長得還蠻繁盛的 保護動物的因素 那後續就是找適合的地點野方的一個處理這樣子 岸鳥人士認為 修剪樹木應該等到8月 除鳥離巢再進行修剪 而市政府強調 這次樹木修剪 是以颱風季來臨前進行行道樹修剪 工程員都是以維護鳥類侵襲地安全之下進行防護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